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午大家都是在会场用寿司午餐 我们护法义工这些菩萨们 他们都非常发心为我们献上天厨妙供 大家吃得开心吗 开心 开心呢 要为服务点赞哦 给他们鼓掌点赞 昨天刚到 这边的宏定师傅就特别提醒 饮食要注意点 如果不习惯吃辣椒 就提前吩咐一下 不是说少放点 而是说不要放 不要放可能是少放点 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这说明啊 我们平乡人民非常热情 像辣椒一样 学习佛法也是要热情一些 热情的发愿 热情的生活 让生活像辣椒一样 红红火火 所以佛法的学习啊 并不是说啊 此气沉沉 并不是啊 让我们学了佛之后 这也不能做 那也不能吃 日常生活中 大众化的一些习惯 那我们该怎么过 还是怎么过 那学了佛之后 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变的呢 烦恼要改变 学佛学觉悟 觉悟到烦恼 是困扰我们 幸福生活 最为致命的干扰 所以我们早上学习 重点说 善用心 发善愿 接下来大家继续看 这份讲义啊 早上学习的总共是 第一段的六条 主要内容都是发善心善愿 我们的总标题 就是用善意的心愿 点亮 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 是我们每个人 所追求的理想目标 每个生命啊 都希望 都希望 自己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美好 不希望痛苦 同样的 我们学习佛法 也是为了 也是为了 离苦 得乐 原成佛道 我们自己这样 我们希望 所有的众生 都这样 当然呢 这需要不断学习 但是总要有个起点 这个起点 就是当下 就是我们的心念 从现在开始 我们发善心善愿 确认 这是我们今后 要过的生活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势能工商 贫富贵贱 男女老少 出家在家 学佛修行 是为了过 更好的生活 接下来 大家看第七条 愿我能 坚决勇敢 有毅力 和恒心 愿我能 仁慈友善 富有 同情心 愿我能 谦卑 平和 宁静 沉着 安详 愿我 能迈向 完美的道路 而且能 完善地 服务别人 这些话 很充熟 大部分 都不需要解释 需要的是 马上去用 有些朋友啊 说佛法 非常好 但是太过 高深 玄妙了 学不来 大家看看这些 高深吗 玄妙吗 这些 是通俗 易懂 在我们生活中 人人 可以去运用的法 这些 是我们当前生活中 要学习的法 它不仅是一番道理 更是可以操作的方案 愿我能 愿我能坚决勇敢 有毅力和恒心 这主要是指 我们在生活中 要敢于承担 本分的责任 要敢于面对 生活的种种挑战 我们要学会担当 担当得起 生活中的种种遭遇 担当得起 生活赋予我们的 使命和责任 具体而言 学了佛之后 我们现在 向佛福尚 一步一步去看齐 一切诸佛福尚 都发过 度众生的大愿 我们早上 也以此为例 做了说明 众生无边 誓愿度 这需要点勇气的 而且要有毅力 有恒心 要不然 早上一开心 众生无边 誓愿度 下午我不开心了 谁爱度谁度 我不管了 这种情况 是常见的 所以在学佛过程中 勇猛心是常见的 什么叫勇猛心 一开心学佛了 佛法好 拼命用功 今天学佛 明天用功 后天成佛 可是过了三天之后 发现短时间成不了 算了算了 我不学了 反正这辈子也成不了 或者自己足够用功 在生活中 稍微遇到一点点磨难 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就开始退心了 听说学佛发愿修行 有祝福菩萨保佑 护法隆天 种种加持呢 怎么学着学着 还有这么多磨难呢 开始退心了 又或者样样顺风顺水 学着学着好题了 迷在荣华富贵 明文立养当中 这些情况都有了 所以既要敢于承担 也要长长久久 既要有智慧 去面对种种挑战 也要有理智 去化解种种诱惑 所以我们学习过程中 这些功德 是我们边学边用 渐渐的养成习惯 愿我能仁慈 友善 富有同情节 学佛的人 在生活中 是有温度的 平相好啊 一座有温暖的层次 有温度 听说还很高 学佛人在生活中 的确 要富有仁慈 友善 同情心 就是说 我们学了佛之后 总不能六亲不认 与世隔绝 不知人间烟火 学了佛之后 要用佛法的慈悲 智慧 更加善巧的 跟家人朋友 有缘人相处 富有慈悲 同情 这一点 在家学佛的朋友 稍微留意一点 有时候 在家同修 学佛 很认真 很精进 我们念佛同修呢 想急着往生 就门一关 拼命念佛 家人也不理 亲戚也不问 朋友也不管 工作也不做 问他干嘛 别理我 我往生 什么时候啊 还不知道呢 那既然不知道 你先好好活日本 不行 活不了太久了 反正人命无常 没准的事情 各位 这些话 是不能够极端理解的 虽然我们也讲 人命无常 在呼吸之间 这个是用来提醒我们 把生活的每一天 过得更有价值 更有意义 而并不是听到 哎呀 人命无常 在呼吸之间 没准我下口气 就不来了 别理我 这样理解是过于极端了 也并不是说 我们回避了人群 自己就可以自在往生了 往生 是我们的信愿 与佛相应 我们的生活态度 与净土相应 自然而然 因缘到了 成佛愿力 自在往生 各位 这个事情 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就是早上说的 往生净土 不是讨厌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恨之入骨 然后我很生气 我要去那里了 不是这样的态度 是一种很从容 很安详 很清净的生活态度 所以前面才会这么说 我们要有 谦卑 平和 宁静 沉着 安详 这样一种心态 没有呢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 在家学佛的朋友 学了佛之后 家庭生活 要坚固 要坚固 当然大家经常到寺院 亲近三宝 这是好的 亲近三宝的目的 是为了不断地学习 经常到寺院 参加活动 学习佛法 做做义工 这些非常好 那把这个习惯 要渐渐地 用在家庭生活中 怎么运用呢 对待家里面的 长辈 伴侣 眷属 试着 跟对待寺院里面的 佛 菩萨 和师父 差不多 试着 用这样一种态度 那不行 他们怎么能 跟三宝相比 他们也会成佛 他们现在正盯着你 会不会学佛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学会 婉转地运用佛法 去为家人服务 这一点非常关键 各位 在家学佛的同学们 大家稀不希望 自己学了佛 家人对佛法 都认同 都有好感 以后都慢慢学佛 稀不希望 希望吧 现场问一下 现场 一家人都来学习的 请举手 有没有 没有 那这样的 虽然没有来 有啊 来掌声 鼓励一下 难得 难得 平乡人民的骄傲 或者没到现场 但是 一家人学佛的 今天有代表来 有没有 也有啊 来掌声 不少 这个不少 看来这个太代表来的 那么 多数学佛同修 可能家庭成员 并不是完全学佛 甚至可能还有点小误会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自己学佛了 家人误会 有吧 那么 那么 稀不希望 自己的家人 对佛法 渐渐的认同 以后 也跟自己一样 学佛 念佛 志同道合 稀不希望 希望啊 民主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我们个人有力量 家庭就有希望 这个就是 我们现在 开始要认识到 我们的行为 会直接影响 我们的家庭眷属 身边的有缘人 所以 我们学了佛 以什么态度 对佛 其实 大家听仔细啊 其实 佛不在意 这个听得懂吧 就是我们对观音菩萨 烧了几支箱 菩萨不介意 所以今天十五 哎呀 我没跑去烧香 没事的 菩萨不介意 但如果我们 今天十五 或者菩萨节日的时候 能够对家里的长辈 眷属 给他们烧 烧一支高香 送一朵鲜花 包一个红包的话 菩萨会很开心 大家听得懂吧 哪个菩萨呢 就是那个菩萨 你包给谁 就是那个菩萨 他会很开心 他会觉得 哎呀 受丑若惊啊 这是菩萨的待遇啊 这就是我们要把对佛菩萨的尊重功绩 用在对身边的长辈伴伴侣 有缘人身上 能令众生生欢喜 即是令诸佛欢喜 为什么呢 佛教我们这样做 我们学了佛之后 要学着用慈悲友善同情心 去对待我们眼前看得到的 父母长辈 有缘人 所有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真正学佛 渐渐的 用这样的方式 去为这些有缘众生服务 他们就会对我们 所作所为 生起信心 不知不觉 你下次再去拜佛的时候 他会说 你带我去吧 或者你帮我去做点善事 修点功德吧 慢慢慢慢的 他会认同你 而认同佛 所以佛法在哪里 佛法在哪里啊 佛法在我们的手中 在我们的口中 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希望佛法兴旺 就是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家庭开始 从我们当前的环境开始 平乡人民 佛法很大 过去佛法很兴旺 当然今天基础也非常好 希望 希望 明天以后的佛法 更加兴旺 人民有信仰 平乡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 这个地方 佛法 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 多一个人学佛 多一个人 善心善行 这个地方的社会 会更加的祥和 这个地方会更加的繁荣 这个地方 方方面面 都会更加美好 所以我们所学习的佛法 不是脱离社会 脱离人群 自己关起门来 在那边 去共同玄虚 我们学的佛法 是能够很好的 指导当下的生活 引领我们 生活更美好 服务 家庭 社会 国家 乃至 整个时代 所以 这里所说的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一种生活的方法 愿我能迈向 完美的道路 完美的道路 就是通向 完美目标的道路 我们是凡人 我们当前并不完美 但是我们追求 我们向往 我们希望 生活更加美好 所以 我们选择 用觉悟的心态 过生活 我们学着 在生活中 付出 慈悲 同情 我们学着 去承担责任 我们试着 多尽义务 而且能够 进一步 完善的 服务别人 服务 在今天这个社会 各行各业 都在讲服务 当然 我们能力有限 我们服务的范围 也是有限的 那服务谁呢 还是从我们 当前的环境说起 做儿女的 应不应该 为父母服务 应不应该 做先生的 应不应该 为太太服务 做太太的 应该为先生服务 这就是我们当前 所说的 服务 不是说我们像 像这些 一些服务机构 专门去做工作 一样的服务 这服务讲的是 我们的本分 在我们生活的 当下 我们有很多 需要去尽的本分 这些本分 欢喜去做 这是一种服务 这是一种服务态度 儿女 对父母 欢欢喜喜 去服务 在传统上 称之为 孝 但是一说到孝 有时候 大家觉得太严肃 所以我们轻松一点 用服务的态度 对待掌备 这是做人的根本 至于说 怎样更好的去 完善这一种服务 那因人而异 每个地方 大家对于 这种服务态度的理解 不尽相同 所以细节上 我们不去分析 但这一种原则 是大家都可以参照的 夫妻伴侣之间 往外面六亲眷属 同事朋友 这是一种习惯的延伸 自然而然 不是刻意勉强的 那今天 我们在现场 我们看到 我们很多 做义工护法的 善心朋友 他们 带着善心善愿 前前后后 忙忙碌碌 好几天之前 就在开始准备 这是服务别人 欢喜奉献 落实 慈悲友善 勿施供养 这样一种生活理念的 最佳的写照 当然 在社会上 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都可以尝试着 这么做 但是 眼前 有这样做的 一些 好榜样 我们首先 要为他们 多点赞 多鼓掌 换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 有机会 我们也试着 愿意这么做 这是一种 生活习惯的培养 不论走到哪里 有可能的话 试着 为有缘人 做一点事情 佛门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 欲为诸佛龙像 先做众生马牛 什么意思呢 想要成为佛门中的栋梁 那先要到众生当中 去多多的奉献 诸佛菩萨 都是从众生当中 修行成就的 所以我们学佛 本质上 是要向众生当中 去落实佛法的精神 继续看第八条 愿所有的生物 动物和人类 全都包括 没有任何怨恨 疾病 忧伤 而且愿他们 都能快乐的 保护自己 范围 扩展到一切生命 包括人类 包括眼前看到的 这些小动物 生命 都值得尊重 但我们眼前 接触到的生命 是有限的 可是我们的 善心善愿 却是无限的 所以 发心发愿 要尽可能广大 愿所有的生命 没有任何的怨恨 早上不是有作业哦 到中午 没有怨恨 现在下午了 是不是可以接着怨恨呢 延长一下 晚上睡觉前 回怨恨 今天一天 今天十五哦 今天十五 今天十五 修功德 要放下怨恨 怨恨谁呢 管他谁 不怨恨 从我们自己 从当下开始 不怨恨 大家 每天早晨醒来 可以试着 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天 我恨人 今天半天过去了 到晚上睡觉前 我们 不抱怨 不抱怨 这一点 不难的哦 但是从明天开始 我们 要渐渐 养成习惯 生活中 少一分 抱怨 我们的心情 就多一分光明 抱怨 会让我们 很郁闷 那有人说了 不是我要抱怨 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经常性的去抱怨 抱怨的范围很广 上怨天 下 怨地 中间怨父母 出门怨社会 各位 这些习惯 要慢慢调整一下 要慢慢调整一下哦 首先 不要怨天啊 不要动不动 就责怪天 天很无辜 你说天怎么这样 天一直都这样 好不好 不要怨天 天气 好不好 天气没有好不好 看需要 一直晴天 好不好 一直晴天 好不好 所以呢 天气没有 好不好 这要看需要 对不对 有人说 哎呀 这个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多好 一直这样 好吗 这万物生长 殷勤与弱都需要的 是不是 所以 看需要 我们呢 看心情 今天幸福不幸福啊 看心情 今天中头奖了 哪怕是阴云密布 哎呀 今天是个值得祭奠的日子 可能这辈子就是今天最幸运了 是不是 所以 看心情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 我们的心情是可以自己去掌控脑 自己去引导的 所以 从今天开始 我们学着 不抱怨 有朋友说 哎呀 我也试过 但是 做不到啊 说不抱怨 一扭头又遇到烦心 是怎么办呢 教大家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每天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天不抱怨 如果抱怨呢 如果抱怨让我赚不到钱 提醒自己 哎 这个狠一点嘛 跟钱没仇吧 别的事情我们不会伤心 一提到钱 还是比较要紧的 所以我们试着 想一些方法 把自己这个怨恨的情绪 慢慢慢慢 给它淡化掉 佛法中 佛法中 大家会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一念 称心起 百万 障门开 又说 火烧 功德 灵 这个听过吧 近几年 很多学佛同修 都很用功 积了很多功德 非常难得啊 要不要一把火把它烧掉 要不要 不要啊 可能昨天已经放过火了 怨恨心一起 称恨心一升起 那功德全烧掉了 所以问大家 功德还有几斤几两 你得从最近一次 发过脾气酸起 最近一次 我们的怨恨 抱怨的那个情绪 过了之后 我们才重新累秀 这一点很关键 所以 愿我们没有任何的怨恨 这是真正学习佛法 在生活中去落实 所谓情修戒定会 熄灭 贪沉痴 熄灭还不容易 先慢慢慢慢的去淡化 一点一点淡化 有同修经常问这样的问题 类似的 比较常见的就是 我脾气很大 我也知道不好 我怎么控制 我没有办法 我都要发脾气了 怎么控制 没办法控制 你火山都要爆发了 就发嘛 那发了功德 没了怎么办 你本来就不想要功德 既然对脾气这么认可 说明还是 比较支持脾气 并不支持功德 脾气也不是我要发的 难道还是别人支持你 让你发脾气啊 都是我们自己的心念 都是内心的力量 那是我们操作失误所导致的 要在情长生活中渐渐去引导 不知不觉 这个习惯就调整过来 要不然我们说修行修行修什么啊 修行就是修正错误的行为 不是修别人啊 各位 是修自己 不是修别人 修自己 哪些行为不妥 哪些行为会给彼此造成伤害 我们要试着把它修正过来 愿他们都能快乐的保护自己 为什么减少怨恨 不要发怒 不要发脾气 因为这会给其他生命带来伤害 也包括对自己 会带来伤害 经常发脾气 累不累 发脾气不累吗 发脾气啊 这个体力我会累的 伤身体啊 而且会伤害 我们身边的有缘人 我不是故意的 但毕竟会伤害 所以在这里才会说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 不断的勉励自己 是希望跟我们有缘的这些生命 他们都能快乐的生活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生命 都能觉悟到这一点 用快乐的心态生活 渐渐过滤生活中 那些负面的情绪 这是一种美好的心愿 也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通过这一系列的善心善愿 去引导我们的生活 将会越来越幸福 这八条合起来 是我们点亮幸福生活的操作方法 大家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 在生活中试着 随便用哪一条技术 一点就可以 我要用善意去过生活 我要用善心去引领生活 我要用善愿为生活祝福 从现在从今天开始 愿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愿所有人的生活 跟我们一样 共同幸福 这样的善心善愿 在佛法中是经常发的 所以菩萨都是发大愿 最终成佛的 接下来看第二段 用善意的言行成就幸福生活 心意在我们修行过程中 起到主导作用 所以放在前面 先用善心善愿 来为我们的生活定位 但在接下来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有些具体的行为 言语行为 表现在方方面面 这些案例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在下面的内容中 大家可以试着去运用 一 待人热忱 举止文雅 只要每天充满喜悦 口脑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看起来是简单的 但是做起来还是要训练一下 训练什么呢 训练一下嘴角向上 嘴角向上 各位这是个工程 这是个工程 嘴角向上 要训练一下 左右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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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角向上 嘴角 嘴角 上不去的 要不要帮忙一下 帮忙一下 帮一下 这个看起来是很简单 可是在我们生活中 这些习惯就是不知不觉养成 所以不要忘记 进山门 看到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做什么呀 弥勒菩萨就是提醒我们 笑口常常开 而后柴园滚滚来 你看做生意的朋友 都这么说 何起生财 这不是 学佛 学佛 学菩萨 我们先要学着 心生欢喜 大度能容 这不是一天 能够练成的 要天天提醒 不知不觉 渐渐养成习惯 所以每天做早课 大家在念经念咒之前 对镜子照一下 嘴角向上 嘴角向上 再向上 哦 上去下不来怎么办 上去就上去吧 养成习惯 看起来简单哦 但如果不练习 三天坚持不了 所以 每天充满喜悦 喜悦在哪里呀 喜悦在当下 喜悦在生活中 他说我没有理由 喜悦什么啊 其实喜悦是不需要理由的 但是我们找理由 找习惯了 好吧 找几个理由 首先 我们很欢喜 我们得到人生 有机会做人 多么欢喜的事情 人生难得 是不是 所以 很欢喜 我们得人生 来到人世界 而且我们来的这段时间 生活的这个国家 非常的 稳定 祥和 是不是 感恩我们的父母 给我们提供 来到这个世间的机会 给我们提供 成长 学习的机会 很欢喜 我们有机会 学习 再想一想 自己眼前身边 这些家亲 眷属 各位 难道 没理由 欢喜吗 没有 烦都烦吃了 哇 这是日禅啊 这就是我们操作 失误 这就是我们 需要学习佛法 去转变的地方 我们应该从当下的 这些遭遇中 试着 去发现更多的幸福元素 这就是觉悟过来 每天早晨醒来 感恩一切 真好 我在这个世间 又可以 多多学习 欢喜付出 在离开这个世间 之前的每一天 我愿意 用最欢喜的心情 过好生活的每一天 而后 起床 对镜子 对脚向上 各位 这是程序啊 有不少学佛同修 刚刚开始问师父 学了佛 皈依三宝了 要做功课 功课怎么做呀 念什么经 念什么咒啊 各位 其他经咒 大家都很专业了 很熟悉了 这个开心的经咒 要加上去 每天早晨醒来 要提醒自己 感恩 欢喜 包容 付出 然后 嘴角向上 信号发出去 每天如此 每天欢喜 每天幸福 以后的生活 就越来越幸福 各位 这是我们真正 要学习的佛法 学了 就有用啊 每天 充满喜悦 那些烦恼 那些纠结 不知不觉 化解了 什么叫业障啊 那些过不去的心结 全都叫业障 学佛很久的老同修 经常会把业障 挂在口上 动不动就是 我业障重啊 虽然说着业障重 还是不愿意消 业障重 业障重 怎么消啊 怎么消业障 业障在哪里 我们找到他 咔嚓咔嚓 把他消除掉 不就行了 业障在哪里啊 业障在哪里 不知道吧 不知道啊 在心里 看得到吗 业障啊 照镜子 可能在脸上 这个看得到 比较现实 怎么会在脸上呢 你看看 那个烦恼像 那不就是业障吗 那个抱怨的表情 不就是业障吗 那个纠结的神态 不就是业障吗 那个苦兮兮的脸 不就是业障吗 那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 赶紧动手啊 要把自己这个业障向 转过来 转迷迷为物 转苦为乐 转烦恼为菩提 转阴暗为光明 这是我们 马上就可以操作的佛法 这么心念一转 状态一改变 业障 马上就消了 各位 常常念却不会用 可惜啊 常常念什么呀 罪从心起将心惨 是不是 心若灭时罪已亡 心亡罪灭两聚空 事则名为真忏悔 什么意思 我们那个烦恼的心态在 业障就在 我们那个烦恼的心态 本来就没有 一下明白 业障就全消了 什么叫业障 不开心叫业障 不会消 叫业障 内心很郁闷 天天很烦恼 这些都是业障啊 要消的就是这些干扰我们幸福生活的那些负面业组 要不然我们学佛学什么 所以这些地方我们明白了就很好用 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都要把积累的那些业障 垃圾清除掉 早晨起来做早课是提醒自己 我要用最好的状态过生活 感恩欢喜 包容理解付出 然后嘴角向上 可是这一整天下来啊 有太多东西 太多东西往嘴角上挂 挂到下午 嘴角又拉下来了 到晚上可能又还原了 所以晚上呢 就重新再清理一下 把这些系统垃圾全部清理掉 我是不是又不高兴了 我又抱怨了 我又不理解了 我又不包容了 我又不懂得付出了 我又开始斤斤计较了 好 把这些全部清理掉 晚上睡个好觉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各位 平江的生活 真幸福 有佛法 更幸福 我们试着 用这样一种心态 去过生活 翻过来 看第二条 用在家庭生活中 孝敬父母 爱护妻子 职业安定 是大幸福 对在家学佛的朋友来讲 这是应该过的生活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 在家学佛 本来是可以 因学佛而更幸福的 所以大家 学了佛之后 首先 要考虑的功课 不是说 到哪里去朝山 到哪里去拜佛 烧高香 到哪里去参加法会 各位 这个先不着急 有一座山是一定要去朝的 猜猜看 父母这座山 在家学佛 如果父母亲健在 好好朝山 朝圣 父母亲 是眼前的圣山 这个经常说到 佛不在世 后世众生 如果要修大功德 可以供养家中的父母 堂上活佛 什么意思 佛不在世 如果儿女 以至诚 孝顺之心 供养父母亲 照顾父母亲 这个功德 跟供养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文书普贤菩萨 这些等觉大菩萨 跟供养他们的功德 是没有差别的 各位 听明白了吧 所以大家到处跑着 朝世大名山 不知道 家里还有一座 而且这个不收门票 最重要的了 不收门票 VIP待遇 所以 各位在家学佛的同学 生活很幸福 孝敬父母 是大幸福的事 首先要有这样一种认知 那父母亲也会因为儿女这样的孝顺行为 而感受到更多的幸福 于是 彼此的幸福感同步提升 家庭的氛围 就一团和睦 各位 这一种氛围 就叫佛光 就是佛光普照 就是皆大欢喜 这就是诸佛保佑 这就是佛 显灵了 在家里显灵了 那那殿堂里的佛呢 殿堂里的佛忙着给大家拍照呢 你看多好全家福是不是 大家不要觉得 哎呀那那殿堂里佛没有拜 是不是是不是会会冷落他呢 想多了 各位 佛无处不在 运不仅仅是停留在殿堂当中 殿堂的佛菩萨圣像是用来提醒我们 用来唤醒我们 并不是让我们整天去礼拜而已 我们真正要用的佛法 是在当前的生活中 如果大家觉得 这仅仅是一番勉励和道理的话 我就一个案例 过去 有一个年轻人 他也学佛 学得很认真 学了佛之后啊 他觉得 我要去朝山 去参访善之事 于是听人介绍 在当时 四川一带 有一位德道高僧 无济大师 于是呢就慕名 跋山涉水 准备去 参访 走了很远的路 快到地方了 遇到一个老师傅 这个老师傅啊 看到他这么诚心 这么辛苦 就问他 年轻人啊 你这么诚心 跑这么远的路 到底为了什么呀 他说 我要去拜法某某大师 哦 这老师傅就说了 心很沉 很难得 好学上计 不过呢 拜某某大师 还不如去拜佛 这个时代 还有佛在世啊 你告诉我 佛在哪里 我去拜 哦 你真想去拜佛的话 你按我说的做 就能拜到 哦 那如果有佛在世 我赶紧要去拜 于是呢 这老师傅跟他说了 你啊 远路返回 向后转 哪来回哪去 记住 在这路上 你最终会遇到一个人 什么人 你记住 你记住一点啊 这个人呢 会把你当孩子一样看 翻穿着 翻穿着衣服 倒穿着草鞋 这两点 你记住就行了 你如果看到 有这样装扮 这样款式的人 要赶紧跪下来磕头 那就是活佛 真这样的 哦 这个我要记住了 于是 远路返回 一路走 一路看 一路走 一路看 没有这样的人吧 哎呀 有点小失望 是 远路返回 回到 自己家 回都回来了 在座打算吗 回到家 已经是半夜了 敲门 家里面 有年迈的老母 听到敲门声 各位做母亲的 应该更容易理解 孩子的敲门声 听得出来了 听得出来了 现在的门 可能不一样了 过去的门 那都是有记忆的 听到敲门声 一下子 知道 孩子回来了 半夜三经 来不及啊 穿着 那么整齐了 所以衣服 黄里黄山拿起来 穿穿了 那下床的时候 鞋子也穿到了 慌里慌张 赶紧跑出来 给孩子开门啊 哎呀 儿啊 你终于回来了 门一开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 看到这幅场景 一下子 恍然大悟 原来 老师傅说的 他这一路上 最终会遇到的 那种活佛 早早就在家里等他 这个就是他要拜的活佛 这个人叫杨 后来写了很多相关的这些著作 劝人以佛法行教 各位 佛法的学习 是温馨的 有温度的 佛法的学习 是让我们在当前生活中 感受到更多幸福的 佛在哪里 无处不在 这个道理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把它变成生活的时候 我们缺乏可操作的方案 佛在哪里 在家里 在家的哪个房间 又说不出了 在家里的哪个房间啊 在父母亲住的那个房间 各位听明白了吧 谁是佛 谁愿意这样做 谁觉悟 谁就可以慢慢的做佛 成佛了 各位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佛法 要用的佛法 谁学谁做 佛是众生做的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 共同学习佛法 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可以成佛 在这里 我先祝福各位 大家在将来的生活中 善用佛法 造成佛闹 家中父母长辈 现在的 有一个算一个 试着 尽长辈如佛 那长辈如果已经不在身边 甚至不在人世了呢 把这一种态度 把这一种态度 变成生活的态度 生活中 自己的伴侣 眷属 其他人的长辈 这种态度都可以试着去用 所以 孝敬父母 是幸福之事 从这里说起 接下来爱护妻子 这是对做先生的 提出的勉励 那这举一反三啊 那么做妻子的 反过来 尊重先生 也是幸福的事情 这个事情 需要 互相尊重 彼此配合 谁先开始呢 谁先开始 自己开始 对不对 你们要说 今天师父说了 你要尊重我 你们尊重我 我举报你啊 各位 佛法的学习 是从自己开始 而不是去要求别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